华晨宇发文称 要留霍尊同款发型 粉丝发了一张霍尊双马尾照 华晨宇的话题性很足 从刚开始准备要参加歌手录制到现在 一直话题不断 前些天 还有人谣传说花花和汪峰不可 但是随后节目组就直接发汪峰老师 送礼品给花花的图片来打脸造谣者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人红是非多吧 最近几期歌手节目看下来 杰师姐无疑还是最让人期待的歌手没有之一 而花花能够在首次登上歌手舞台的时候就拿到第一 实力也是不可小觑 但是这么多期节目中 花花的发型似乎让有些粉丝抓狂了 都想让她理发 为什么呢 难道是受到了加斯汪峰比波和断媒的影响 担心花花变成他们那样 不过花花就是任性 发文称 就不减 我要留霍尊同款 并且配图自己和霍尊的侧面照 别说 还真的蛮像的 而霍尊也是个互动小能手 转发评论称 你就给我留条路吧 发射 哈哈 两人的互动日常也是面儿可爱 其实侧脸照虽然看起来像 但是还是能分辨得出来 所有就有网友发了一张背后照 这一看 更加像了 而粉丝们对于花花花成语的任性不理发 也是全盘包容 只是有的粉丝大概是假粉吧 放出了 放出了霍尊扎双马尾的发型 要让花花做霍尊同款 可以说十分皮了 其实换不换发型都无所谓了 只要花花和霍尊能够一直给我们带来好的音乐就可以了 哪怕真的变成假斯汀比薄和断眉那样的发型 算了 还是不要变成那样吧 感谢您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